字幕作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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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們現在第一台 這個是 扶手 來 我們吸安全盪 先吸安全盪 幾速啊 這是六速的自首牌 通常這種貨車喔 胎壓都要打很爆 因為它載重 所以你看如果沒有載重的話 你看我講話 都會這樣 你看這個懸吊 哇 不過你看它這個還是有很多 置物空間 是放文件的 那個收貨也放簽單的 對不對 跟以前的貨車比起來的話 其實它算也多了這些貼型的設計 不過你看 貨車都沒有安全配備 你看沒氣囊 氣囊 送貨車可以命也很值錢 不能說收貨人命也不值錢 起碼氣囊要裝 因為這種貨車因為它沒有車頭 所以你這樣一撞的話 都是重 尤其是腳步 對 所以照理講 西部氣囊要有 這邊應該要裝氣囊 不知道我們哪個有良心的車廠 雖然我們法規是 不需要裝這些東西啊 會不會有哪個有良心的車廠 安裝這個 或我們的兄弟來了 付誰 這樣 這個車很保值耶 因為通常會買這種車的 拿來賺錢 對 所以它不見得要買新車 它只要車可以動就好了 嗯 欸 儀表板還蠻漂亮的 它的儀表板 算起來 是三台這裡面 算最前衛的一台 對 起碼中間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數位螢幕 對 它的螢幕功能其實還蠻多的 它可以各類的警告其實 都會顯示在這上面 可是因為是車啦 所以它的轉彎那個 轉的圈數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 因為它如果少的話 其實很危險 因為這個車重心高 你如果轉向太靈敏 它會翻車 你看那個雨滴滴下來 幾乎沒有隔音 你知道嗎 直接聽得很清楚 雨滴滴到車頂的聲音 我們車隊那台貨車啊 本來上面沒有裝這個 有沒有 車頂這個有沒有 對 老流版 有裝和沒裝有沒有差 差很多 如果你後面是相形的話 你後面如果是相似的那一種的話 差非常多 那個風阻會有差 油耗 油耗很明顯有感覺 對 有感覺 有像在開賽車的感覺了嗎 比我的賽車還跳 比那個懸吊 不過車坐久 可能肚子可以消一點 你減肥 現在換第二台 小霸王 你看這台車的椅子光坐墊 這個比較接近轎車 有沒有比較舒服 舒服多了 可是你看它的視野 就像SUV 它沒有像剛剛那台 哇那麼大的視野 你看後置鏡 我覺得它就是太小了 對 它的後置鏡比較容易會 稍微有死角 就跟轎車一樣 而且你沒有前面那個鏡子 對 對不對 可是你的椅背可以調角度 可以 我這個不行 我只能往前 你看 如果長途想要睡覺休息 其實這個是還蠻方便的 對啊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發泡棉 比較人性化 然後你看這個按鍵 起碼比較像是轎車會出現 可是儀錶板剛剛那個比較好 對 儀錶板以剛剛那個 功能性來講 當然也是剛剛那個比較多 可是它也不會太差 對 一樣自排 對 自排 如果是老司機的話 常常會有一個習慣動作 一上車踩不到你而去 好上路 來好我們來開一段 這個懸吊好多了啦 難怪你會選這一台 我們走一樣的路啊 你看這個懸吊它處理 就比較 比較人性化 當然你還跟轎車SUV比還是差遠 因為懸吊設計的關係 加上整個車體設計的關係 可是起碼它 它不是百分之百傳遞路面的彈跳 到車裡面對不對 舒服很多了 舒服多了 開長途當然選這一台 可是它載送能力比較差 對 對不對 這是稍微比較遺憾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它的整個視野表現 沒有剛剛還好 沒有副手還好 因為高度的問題 因為高度的話 它也是比較低 就像偉哥說 車內空間的部分也比較小 不過它基本上有注意到一點 它有巡機系統 而且它這個頂級的還有涼氣囊 我覺得這些貨車製造商 真的要為這些貨車司機想一想 你真的 你發生撞擊的時候 它沒有潰縮區 對不對 它一撞進來就到這裡 所以我覺得 你可能正面這個氣囊 反而用不太到 因為它位置的問題 對 它抱起來的時候 我們是往這邊 它抱起來還是在這裡 可是我覺得西部氣囊要 因為第一 撞擊的話 基本上 車頭都是直接縮進來 很多 其實新聞上播也很多 它就是 很多司機就是直接卡在駕駛桌上 連跑都跑不掉 假設你如果今天選長走的話 你可以看的角度和視野真的是比較少 它這個應該可以另外加裝 像前面那個鏡子有沒有 應該可以做一個支架出去到前面 不好加裝 它會不好加裝 一般人也不會特別想要去加裝 因為它可能會破壞車子的外觀 可是我覺得它變速箱比較平順 對 比較順 對 比較像我們在開一般的車子的感覺 比較厲害 對 像Kenda的話 它的油門反應會慢很多 好第三台 來 新打 這車那哈拉撒 這個是 這台是中古 它的發泡面也是硬 跟剛剛那個比較不一樣 而且你看它這邊 它的把手這麼遠 這怎麼關啊 它不像那個有 這邊有一個 唯一手牌對不對 來 愛卷帶 都有自動解鎖愛卷帶 我記得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 大家的愛卷配備都差不多 不過它也沒裙機 剛剛只有那台 對 只有小霸王有 裙機很重要 可以看出來 你看它的設計就很老 就比較陽春的感覺 對 它這個就是陽春多 可是視野跟那個很像 對 跟Kenda會比較像 包含了你看這個後視鏡有沒有 對 可是就是你在 左右在抓位的時候 這個後視鏡要抓 要抓進去 對 看很多人就直接後視鏡 這個後視鏡一定常常斷 對 那個後視鏡因為 它會比較突出 它是為了讓我們看到後面 跟側邊 所以它會設計比較突出來 稍微一不注意 其實還蠻容易可以到的 我這台車引擎怎麼那麼吵 因為它不是全新車 可是也才跑很快 2萬 2萬特幣 你看那個車體那個剛性就有差了 那個引擱擱的聲音就出來了 它的懸吊跟剛剛那個扶手很像 而且感覺 公公耶 對 它比較笨一點 而且它在開的各項感覺 我就說它的方向蠻間隙 的感覺就跟大很多 就沒有那麼直接 你要先打 對 這個就真的是一台貨車 它的那些置物空間也沒有設計 就像複手那麼的人性化 上面也沒有 放文件也沒有 它就像一台傳統的貨車 難怪你會選小霸王 小霸王就舒服很多了 光懸吊就差多了 不過它的懸吊沒有第一台那麼頂 第一台最頂 尖打那個是很頂 會好很多 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空車嘛 對 所以有的可能需要載比較重的機械等等 它們那一類的貨物的司機 他們會特別喜歡 減搭 你不可能不載車 不載重然後去卸胎壓 載重再去加胎壓 通常都是載重的胎壓 對 你沒載重就要忍耐一下 所以它那台車真的好跳 對 所以表示它的載重能力會懸吊 對 承受的能力會比較高 最差的應該還是小霸王 小霸王 對 它真的是最舒適 可是它舒適的缺點就是 你說它要載的很重 它沒有辦法 如果說今天你拿它來當身材工具 可是你平常載的物品是很輕的 也許體積很大可是很輕的話 那小霸王比較好 可是相反 如果說你今天載的物品很重 你常常是滿載 那你可能就要選另外兩台 試著看 4公里 試過 4公里 wanting 要不 你 4公里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